不過這整件事情 一副 柯文哲講過一句話 國內政治人物 能夠跌下去再往上爬的 嫌少他是其中有的 然後大家有人現在就回頭講 是啊 2014如日中天 後來其實他的聲勢是往下 然後是大運 但是最明顯的一塊是 當他後來又爬到 2018再起來的時候 後來北門會 他跟小英之間的北門會 所有的這些歷歷戰目 讓大家一路看 用活化石的角度 你覺得你看柯文哲 尤其在未來 你覺得他的政治入文 2014年他跟民進黨合作 拿下50幾%的選票 打敗連勝文當選市長 其實在那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印象最深刻 應該是2016年一日雙塔 那一個總統選舉的時候 那個連小英的風頭 都被他蓋過去 對 然後說所有的民進黨那些立委參選人 他到哪裡都跑去合照幹什麼 都騎著腳 而且要騎腳踏車 那時候 然後去賓海公路等他 如果那時候外國人來這邊 會認為他在選總統 還是柯文哲 還是誰在選總統 柯文哲 可能認為他是 你們最強的候選人在騎腳踏車 你看當時的聲勢 那當然2018年黨內產生不同的意見推移姚文哲嘛 那柯文哲當選以後 其實就跟蔡英文在火車站旁邊那個北門 那個郵政那邊見面 因為2018年民進黨那一次的選戰 基本上選的算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嗯 不只他那邊是整體都不好 而且小英那個時候的民調 平常講 那時候民調基本上 那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都在說他要連任 要有奇蹟出現有沒有 那時候幾乎我們在看那個全部的錄影什麼時候 幾乎沒有看到柯文哲喬蔡英文正言一言 那時候我們都還記得吧 喬都不喬一言吧 然後蔡英文講話就一直看著柯文哲 一直看著柯文哲 到最後 好像小英拿了一個紙條給柯文哲看 然後柯文哲稍微笑了一下就木鳥拿給他說 媒體在問你們怎麼都沒互動 那唯一就那一次啊 你看他那時候氣勢 再講一個啊 當初小英的幕僚 為了這個見面其實是有去市府拜會 這個柯文哲的幕僚 那幕僚剛好姓李兩百萬交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見了安排了 剛好姓李剛好兩百萬交把 聽說 那個兩百萬人交把第一句話說 怎樣來求和啦 真的嗎 哈 這是當時劇見當事人在一個飯局裡面講出來說 啊怎麼樣你們要來求和了 哇 因為他們對對小英後來支持柯文哲事情極度不爽 所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當時大家的氣勢高低強弱 高低強弱哇 啊 你蔡英文的2018年民進黨縣市首長大選敗敗敗 你的氣勢幾乎是跌到谷底 我是跟你們民進黨你們在夾殺我的時候我是把你們還有繼續連任的 你看當時那是何等氣勢 今天我要不要接見蔡英文 何等氣勢啊 2018年是會談是 哇那個影像我記得我們當時都在看直播嘛 不然就抓頭幹什麼 連真眼都不瞧蔡英文一眼 那個表情 他很少抓頭 類似大部分都這樣 那個表情的OS感覺上就是叫我來這幹嘛呢 啊 我幹嘛要來這個地方坐在這 當時的氣勢2018年連任 然後到你看2018年到2020年那時候 郭台銘柯文哲那時候要不要選那時候又串在那邊 那時候第一次 一直到2024年選369萬票 其實以他的身世拿369萬票並不算差 嗯 並不算差啊 兩大黨之下369萬並不算差 當然 並不算差 當畫風一轉 政治獻金啊 十千三百萬商辦再加上 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在政治史上逐漸要過去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啊 我今天才在跟陳東郎聊天說什麼 然後我跟那個幾個年輕人2024年投票前會討論 二十幾歲年輕人會去討論支持柯P怎麼樣怎麼樣說啊你看綠的能支持嗎 藍的投不下去啊支持柯文哲 這一次問他說哎 柯文哲被羈押新聞看到 哎他是因為什麼案羈押 我也傻了 嗯 這麼不關心啊 對 然後我說金華城案 金華城案到底出了什麼事啊 我說你們都沒有討論嗎 他說討論幹嘛啊 他說中共投票選完了啊 他被羈押就被羈押啊 不影響我們生活啊 這麼重視他幹什麼 他說那就是那一時間的選擇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有些當時在投票給柯文哲的那一種心態 跟現在投完就算了那一種心態 如果這種的比例在369萬裡面的一部分 如果再加上一些對他的信任度折扣度 對他的青年度 對他的跟財團的甘息再走掉一塊 一路一路走掉一塊 其他還剩多少 那我再提一下 其實陳美琦出來在解釋那些帳戶的時候 他有沒有解釋他跟他兒子女兒之間的帳戶問題 沒有啊 沒有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各位還記得5月16號制搖公司成立嗎 我兒子自己走進銀行開戶 有路銀貸危陣怎麼樣 蛤開戶 那幾年前你跟你兒子在會來會去 是會哪個帳戶 會哪個帳戶 原來早就有帳戶了 但是你看他那一次解釋的時候 開戶的時候有電視路銀貸要本人去掉 怎麼樣怎麼樣 突然很納悶 講得好像他兒子沒戶頭才開戶 他檢察官裡面 好幾個戶頭 有戶頭耶 好幾個 有戶頭耶 他講會不會是說開公司戶 開公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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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單獨另外再開 要負責人 我覺得他講的是真的 可是 一夫剛講的是 因為 當媒體上面出來那個訊息說 或什麼前進什麼妻兒帳戶這些 那到底陳媒體 因為陳媒體今天確實沒有提到這一部分 對 而這一部分是在昨天媒體出來 但你可以確定 今天為什麼要出來面對媒體 甚或意在尋外講的這一塊 我想也是要去釐清中間的一段 那可是剛才一夫講的過程中間提到的 對於那個就是柯文哲的那個幕僚 剛好姓李 然後剛好兩百萬交保 那明顯 那你也剛好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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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還被約談 那明顯 我們這邊來看 第一個大家一定會問說 好接下來因為開議 藍白之間當柯文哲主席被收押 國民黨出來發了一個聲明 講的是說希望檢調依照事實犯難 或什麼這些 那你們未來跟民主黨 之間的合作 包括藍白之間 不管是國會或是地方 你們之間未來的合作會怎麼樣 我插一句 剛才一夫講那個 因為我看到這一則我覺得 就是那位姓李的 兩百萬交保那個幕僚 林周明這兩天 不是出來講的一些過程 包括講到大巨蛋 是林周明自己在媒體上面講說 那位幕僚直接對著他 對著他吼 甚或叫他更改會議紀錄 我的意思是說 然後鎮峰處後來調查說 這個都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那時候柯P是市長 這個案子要不要再查一下 請問一下 那個時候針鋒處 查 因為柯P當市長 我不知道他們查的資料 也許都查進了 也許真的就是沒有任何 包括利益糾梗或什麼 但是你可以想像 有一個辦公室主任 可以這麼大聲的 這麼有底氣的 你覺得是那位姓李的 兩百萬交保幕僚自己的底氣嗎 還是誰給他的底氣 要不要查 沒有啦 剛剛我個人提出來 是柯文哲辦公室主任 那時候市長辦公室主任 叫李文中 後來他調到北傑當董事長 就說 大巨蛋 後來林周明是因為大巨蛋 然後離開了 跟柯文哲關係鬧翻 所以整個過程中就說 林周明講的 我覺得至少這部分 要移送台北市 要移送正風 然後最後要移送簡 到底有沒有查 有沒有做偽證 或相關修改會議紀錄 因為畢竟你可以大剌剌的叫 還有 不是只有兩個人在 你可以大剌剌在其他人面前說 你給我改會議紀錄 因為李文中爭議的事情太多了 包括 雖然是後來是2018才到議會 可是因為相關聽了傳聞 李文中在從台北 柯文哲辦公室主任到北傑過程中 相關的爭議 我剛講的重點 不是單純在李文中 我的意思說 誰給他這麼大的底氣 他可以這樣子 而且正風師的幫忙掩飾 他可以這麼大的底氣 這不是柯文哲講說 世人不明50年的同學 李文中從柯文哲辦公室 主任擔任是什麼 他有辦法做這個辦公室 主任大主大 給他跟局處首長大小聲 背後他的底氣 一定是他的老闆給他的底氣啊 所以他行使的 不是他個人的意志 我認為多數還是柯文哲的意志 柯文哲沒有挺他李文中怎麼幹 所以這件事情我任何要釐清 進來 大家看